别上班了,叫做聊天凯特来玩,怎么都别玩呢 初三十天不在家,今天休息了一天,本来说好好睡觉的 结果这个昨天晚上KKKK咳了一晚 这个KKKK咳了一晚 现在带他们俩到那个门口去拿点药 他就是打烟卡卡,打什么看 打烟卡打敌人的灰塵卡鼻子,他本来灰塵就过敏 他还在那里,他连打烟卡都把老老气死了 他一坐又开始想打烟卡 来,你告诉我打烟卡的标准动作是啥的 跟我说一说 我看一下你鼻子现在好一点的 我都看得起随炮了,你看 肯定是打烟卡的时候灰塵进去了,咬,你又扣的吧 你没觉得你有啥症状,但你的症状就挺像羊老的 天天脸羊羊的,没力气 你擦一下看看 鼻腔都烂了 把药给它啃了,把药给它擦 现在打烟卡灰塵啥的 那里不肯定过不进去了 听到没 看病都是全家上症 你帮我也看一下 我这个嘴,口腔溃疡 我应该就溃疡 因为脚上讲得多,听得讲 我这药不怕 行 怎么又哭了 呛到了是吧 呛到了鼻子了 那个喷的药不就这样吗 另一个还没喷 别动 我喷小一点 它喷不了小的 你脱一点 不要动它 就在那药在里面吸收 你别动它,它就难受一点 忍一下 不要动 回家把药卡全扔了吧 哎呦,我流血了 快快快,不能活了 你大姐小的时候 烂了一丢丢 妈妈 我快不能活了 你看我这流血了 有什么时候喷那种喷 就是喷的血 哦,这是我的 嗯 来分配的到位啊 这个他喷鼻子的药 医生说他那个鼻炎又犯了 还有他那个鼻腔里面 全部都是红了都烂了 然后我还有那个 给他拿了一些其他的一个药 就是那个灰尘过敏 严重灰尘过敏 他转了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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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的 他是啥 他说一碗一餐 一口水也不带 一碗一碗 他都不烧眼了 吃饭都不烧眼了 他就带着眼卡去打眼卡 在那个马路上找 垃圾桶都抓 他叫你不管你 吃饭都找不着他 你这来家你好好管他吧 我就像你来家了 我到里面我给他眼卡 我踩我都给你倒半斤 我一个我都不能管 这个眼卡真的是 我走到哪都看 好多孩子都喜欢眼卡 跑大龙了剪眼卡 给你倒半斤 别想玩了 现在要点太多了 玩什么都别玩了 到了你从来就这都要玩了 你躲在这里干嘛呢 哭又干嘛呢 没想的 是不是因为妈妈天天太忙了 没有时间陪你来 所以你去玩眼卡是吗 那你不能跟爱姐玩吗 二姐又不跟我玩 那弟弟呢 你要告诉妈妈 你不能不说话 你不说话 妈妈就不知道你哪里受了委屈 哪里不开心 对不对 你跟妈妈说 妈妈会给你撑腰的呀 听到没有 第一个 烟卡不能玩 能不能做的 姥姥把你烟卡丢了 不是因为姥姥不让你玩烟卡 而是因为它影响了你的生命 和健康 第二个是 以后不能去熬夜了 不管妈妈在不在家 你要早一点调一下你的作息了 马上快开学了 有什么事情要跟妈妈说 你不要不说 你遇到事情 就钻到床底下 就钻到柜子里了 不说话 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干啥呢 这个烟卡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发明的 这烟卡是真不能玩 你看我们小区里面 你看我家孩子玩的 他本身就灰尘过敏 然后本身就有鼻炎 天天在那拍烟卡 他姥姥说 我出差这一段时间拍烟卡 连饭都不吃 就迷到里面了 刚刚他姥姥气的把烟卡全部都给扔了 然后他气的 哭的躲在屋里去了